在减重的你是否觉得怎么减都瘦不下来 喝水容易水肿 瘦了就比较健康了 让营养师来揭开你对瘦身的迷思 其实呢如果没有去发现的话 有一些瘦子 它换上胆过醇的比例 或者换上这个脂肪感的比例呢 往往会比一些胖子来的高 因为有很多人你会奇怪说 这个人怎么怎么吃都不胖 那这个怎么吃的不胖的人 他就更加放肆 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吃不胖 还有本钱去吃 有时候呢外表看起来没有胖 可是内脏却在胖了 今天就算我不肥胖 可是我还是有脂肪感 我可是还会有这个油包心的这个状况 这个是因为我们的饮食而造成的 所以今天如果瘦子大吃大喝 暴饮暴食的话 他还是会跟胖子有一样的这个问题 那如果今天一个胖子 甚至还有控制好的饮食 他有去做足充分的运动的话 基本上胖子也可以维持很好的健康状况 因为有一些女性呢可能觉得说 我水肿 我喝水我会胖 所以我就不喝水了 其实这个观念是非常的错误的 那其实我们喝水主要是把身体一些不好的毒素啊 废物啊给它排除出去 那如果今天我水分喝不够的话 我的这些垃圾没有办法排除 排除体外 它会流在身体 流在身体 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 我们反而会越来越胖 而且水肿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呢我们一天基本上呢 必须要至少的八杯的水 而且它必须要是白开水 我们平常喝的茶啦咖啡啦汤啦都不算在八杯水里面的 其实呢就因为很多人觉得说碳酸饮料的路量很高 因为它有很多糖在里面嘛 所以它就选择zero的 就是零卡的这个碳酸饮料 因为零卡的碳酸饮料就没有放白糖 它放的是化学代糖 可是这个化学代糖的确它的卡路里没有很高 甚至它是零卡路里的 但是这个化学代糖呢 已经被证实了 它会对我们的肝脏 还有我们的肾脏 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 这个断食呢 基本上 如果你是短期的 比方说三到七天 这个断食法 你是用正确的断食法 比方说有一些断食法 是用新鲜有机的蔬菜水果汁 去做一个断食的话呢 其实这个动作是可以帮我们身体把一些垃圾清理掉 这个方法呢 其实是OK的 可是重点是它必须是短暂的 三到七天这样子没问题 可是如果你是说长期这样子用这个断食法来减肥的话呢 还是不行 身体在长期缺乏某一些营养素的时候呢 它的机能呢会被破坏 我们从晚餐吃饱了过后 一直到我们早上起床 我们的身体基本上有八个小时没有进食了的 那早上一起床 如果你还不吃东西的话 基本上身体会没有能量 身体会有一个机制 就会把我们的新陈代谢压下来 当这个新陈代谢每天都被压下来过后呢 身体的代谢受到影响 渐渐的 别人可能正常的需要两千的卡路里 可是因为我每天不吃早餐 身体已经自动把我身体所需要的卡路里的量压下来 那我的身体变成可能我只需要千五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造成说我吃东西 我会比一般人吃的更容易胖 其实我们人体呢 是需要我们的七所谓的七大营养素 如果今天我只是水果的话 基本上我的蛋白质 我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 还有我的脂肪会不足 尤其是女性 如果一个女性长期的这个脂肪量是不足的话 会影响荷尔蒙 荷尔蒙失调的话 反而会导致更容易肥胖的问题 那照讲一下 如果你三餐都只是吃蔬菜水果 尤其是那个水果 如果今天你选择的水果是不适当的话 你反而会越吃越怕 什么叫不适当的水果 比方说今天你很爱吃蜜瓜 你靠吃蜜瓜减肥 可是蜜瓜的那个糖分是非常高的 它可能没有办法帮你达到这个减重的这个 或者减低卡路里的这个效果 其实这个奇牙籽呢 它对我们的健康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第一它是属于高纤维的食品 所以它对肠胃蠕动的一个很好的效果 所以因为有一些人去减重的时候 可能它会吃一些减肥药 那个减肥药可能有帮助排便 帮助蟹的那个成分 可是那个会对肠胃造成不好的影响 可是Chart Seed呢 它可以有很好的帮助肠胃蠕动 而且不伤害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的肠胃 可是呢有一些人就可能会吃错了方法 因为其实Chart Seed呢 它属于纤维膏的食物 所以如果你把它只是这样子拌在那个沙拉上面 又加上我们人体如果水分不够的话 我们可能会引起便秘的问题 所以正次的是使用这个Chart Seed的话呢 我们建议是把它放在饮料里面 就是让这个奇牙籽呢有吸饱了水 然后透过这个饮料呢 喝进去我们的身体 它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润肠的这个效果 而且你吸饱水的过后的奇牙籽 喝了下去身体会有饱足感 那你就不会想要吃其他的东西 那你就可以降低你的食欲 这样子呢也可以控制好我们的这个胃口 不要让我们吃太多 那在饮食方面里面呢 你要记住的是 每天至少要吃7到9份的蔬菜 还有水果 你可以把它分成三餐吃 然后呢你每次每一餐的时候呢 你把它分成四份 两份是蔬菜和水果 一份是我们的饭 一份呢是我们的蛋白质 只要你可以这样子吃的均衡的话 然后呢你不吃其他的点心 如果你真的很饿很饿的话呢 你肯定可以吃一些坚果类的 每天一把的坚果类来当零食 或者呢你真的很饿很饿 你去多吃一颗水果 这样子也没有问题 你可以死之以恒这样子的这个饮食方法 再加上你有适量的运动的话 基本上身体呢是会慢慢的瘦下来的 其实呢 如果无论你是用什么方式来做这个减重的动作都好 你就会遇到一个瓶颈 因为你的在我们一开始减重的时候 可能我们身体已经习惯了 比方说今天我已经习惯了2000卡的热量 我一下子把它降到1500卡 我的身体超了500 那我身体不习惯嘛 它就会体重一直往下降 可是到我的身体已经习惯了 这一个1500卡的热量的时候呢 我就没有办法瘦下来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建议说你去做一些重量的训练 比方说你可以做一些核心肌群的运动 只要你把你的肌肉念起来的话 你的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基础代谢会提升 这个代谢一提升的话 你的体重就会继续往下降 你是否还有更多的疑问 没关系 10月28号播出的GoFit大讲堂 吴玉莲营养师将会在直播节目中为你现场解答 想要知道更多的瘦身秘诀 你就千万别错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